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在海南博敖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 李强表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呈现企稳回升态势 中国经济基础厚实 发展前景广阔 未来可期 我们将加强宏观政策调控 着力释放消费 投资潜能 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稳妥防范化解风险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实现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李强指出 国际社会要坚持多边主义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中方愿继续深化同基金组织合作 推动全球治理 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格奥尔基耶娃表示 中国今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预计将超过三分之一 基金组织赞赏中方坚持多边主义 为防止发展中国家发生债务危机 做出重要贡献 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吴正龙参加上述会见 名称 洛伯 压